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华厨房 今天阿华又要和大家煮凉汤 就是这个西洋菜 今天西洋菜很新鲜 今天我给半只鸡 已经去皮了 有两三个瘦肉 因为我煮汤 两种肉的味道层次会好些 更加甜 然后这里有些红萝卜 红葱 这个重点就是今天这个罗汉果 罗汉果 你要铺一铺它才出味 好了 这个是非常滋润的 一个汤 化痰止咳 罗汉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效用 首先 我们现在要把肉 搅拌一下 今天的材料是特别之简单 所以这个汤甜得来 它又很清滋润 今天这个汤 虽然它是一些菜汤 但是它是比较属于老火的 首先 我们将它的肉 飞了水之后 就放入瓦煲 你看到这些水 今天我是滚水下去煲 因为它比较老火的汤 我要先热一下煲 然后把肉 其他材料放进去 西洋菜之后才放 再放入瓦汉果 大家看到这个瓦汉果 用刀拍一拍 这样它就会出味点了 等它再滚了 之后才再放西洋菜 下去煲 这样煲出来的汤 就先把肉味 就出来先 然后我放西洋菜 我自己觉得 我这样煲会更好 如果你说 什么都放在一起 一起煲的话 其实不是不单 只不过是每个人 自己的喜好 那看到现在的汤 就滚起了 那我就很喜欢 用瓦煲来煲 一些老火汤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 将这个洗干净的 西洋菜 放进去 再盖上 将它慢火 煲它过半钟 这样就可以喝了 那这煲汤 我们现在就煲了 一个半钟了 那我们来看看 完全是好备 哇 这汤很浓郁 对不对 很香 那我们就加一点点盐 哇 放入了罗汉果 那汤 就很甜 闻到 又有益 化痰止咳 清热解毒的汤 就煲好了 现在入秋 这个汤普 是很适合 现在的天气喝的 那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点赞 和订阅华福频道 多谢